中超要热身了吗 5月16号 广州恒达同深圳家兆夜进行了一场内部的教学赛 双方最终战成了3比3 恒达方面 魏南多双翔 杨丽鱼破门 本场比赛 恒达派出了多名年轻球员 前往深圳对战那场比赛 其中更有近10名00后的球员 最小的只有17岁 而这些球员大多数都是出自恒达的足校的 清训体系 在最近这场战胜比赛当中 恒达多名演员轻球员都上场了 恒达足校配出的优师九 国卿成员的帕尔曼江 谭凯元 还有王世龙都表现得很出色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 合力贡献了两球三名助攻 陈正峰 张志豪 张建志 张吉豪也都获得了出场机会 那么有人看说 中国足血可能在6月或者7月重启中超比赛 那么届时 我们看看这些球员或者这些球队 热身热的怎么样 我们的球迷们在家都歇了三个月了 一个春天什么都没落着看 这回终于有盼头 有希望了 对于中超的比赛的7月份 我们做好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我们下期再见